Hello 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 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标车 我是薛俊峰 当然也是那个时候说真话的大冰块 今天就到了这辆北京现代伊兰特领动的底盘的部分了 想想见得跟大家去聊了很多东西 尤其是在昨天的时候 依然看到了对于一台韩国出品的车 后面是没有防热量 有一个黑的架子 一个普通的一个PP的材质 当时我没有看过小伙伴 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包括我们的网站3W.大标车 全民.com或者都耐的都是可以的 那今天就来捋一捋这台第六代的伊兰特领动 它的底盘到底是什么样了 还是从前面开始说 昨天时候跟咱们大家已经分享了 它的前面仅仅是有一个普通的防热量 那下面也并没有叫副防热量部分 负车架是一个一体型的负车架 它前面没有任何的支架 仅仅是一个孤零零的一个水箱架的部分 膨胀壶就在这个位置 而且膨胀壶下面还是有管线的 这块如果说发生断裂的话 粘还是不粘 换还是不换 对吧 这的确是一个挺挠头的一个问题 水箱架是一个普通的塑料的材质 所以说在低速碰撞的时候 如果说力量稍微大一点 尤其是它前面喇叭还是比较突出的一个情况下 整个水箱的受损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右侧是它的发动机 后面有放油螺栓 几率的部分是在这一块 是一个纸芯的形式 也是比较容易更换的 当然它的下面是有一个塑料护板 其实也是有相应的开口 这一台是一个1.5升的伽玛的发动机 现代企他们家不光光 发动机用这种名 什么Alpha、Beta、Gamma、Kappa等等 就用这种名 它的变动箱其实也是这样的 它的变动箱在左侧 也会看到是一个CVT的变动箱 那剩下的时候一个小伙伴说了 这台是一个可以模拟8速手自一体档位 因为它也可以模拟8档的一个CVT的变动箱 它的型号叫做GammaCVT 这个也是很清楚 是在这一块写的 贴的有相应标识 有现代的标识 有企业的标识 然后后面写的是GammaCVT 其实对于韩国的汽车企业 企业也好还是现代也好 其实它是一个相对于一个比较封闭的公司 它的零部件厂有一个叫做摩比斯 是生产那些小玩意儿的东西 而它的变动箱厂 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自己去研发生产的 这样一个企业 它们其实是可以生产 包含所有驱动形式的变动箱 6速、8速、10速、前驱 包括说8速、10速、后驱 包括说CVT的变动箱有两个 双离合的变动箱也是有前驱 包括说四驱 甚至于手动变动箱也是有的 包括说AMT的变动箱 可以说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 能够对应所有的汽车的驱动形式 包括说主流的变动箱的这种形式 都是可以的 这台变动箱我们就刚才说了 叫做Gamma的CVT 同样还有另外一个形象叫做KappaCVT 最大的区别就是扭矩承受的这样一个区别 Kappa承受的扭矩会更小一些 它的最高的值是137牛米 超过137牛米就要用这台Gamma的CVT变动箱了 当然这台发动机是Gamma 1.5自吸的这台机器 它最大扭矩已经超过了137牛米 所以说配备的是这台Gamma的一个CVT变动箱 虽然它的变动箱是能够适应于 它的本身的很多很多车型 但是它的每一个变动箱 每一个种类它的生产厂家是不一样的 CVT就是派沃特去生产的 再往后就是它的复制架的部分了 刚才也说了它是一个一体式的复制架 当然是双层冲压的形式 前面也没有相应的衡量 所以说对于放动机这块还是变磁箱这一块 前面就没有什么相应的所谓保护 所以说还是稍微的注意一点 悬挂也是非常标准的迈活迅式的悬挂 这块是它的主要的下肢臂 是一个单层冲压的形式 然后这块还是有相应的打孔 这种分散硬力 包括说减重的这种形式 下面的这个桥头是一个一体式的 就意味着如果说发生了问题 对吧 我们就说时间长了 您需要换一个一般的车 有三个螺栓 直接换一个头就行了 但是这个您就得换整个的 稍微的会麻烦一些 生锈这个车就有点惨不忍睹了 这个车时间不长 才1000多公里的一个公里数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块防尘套的那块连接处 是一个金属的 是生锈是非常厉害的 防青盖螺丝是生锈的 它整个的羊角也是生锈的 我们一般来说羊角生锈不太多 但是这个非常明显 就是它的漆拖的会比较厉害 这一块包括说转向拉杆顶端的 这个螺丝都是有生锈的 驱动轴过来以后 然后和它的减速气变速箱 这块相连的这块金属 也全部都是生锈的 包括那边也同样如此 所以说这台车的 常规见到的生锈地 它基本上都生锈了 你说它作为做期 做了 但是的确做的不太坚固 它的刹拖片是一个通风盘的形式 除了轮胎 它的型号是225 45 R17 91 V 已经超过了H的级别 有时候它的急速的这个胎的级别 还是比较高的 那91是最大承受的载重量 大家可能一查表 说这个几百公斤几百公斤 我车都一吨多 那小伙伴别忘了 这只仅仅是一个轮胎 车是要分布在四条轮胎的一个平均重量 所以说前面这个数字 通常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其实我们要在意的是 后面这个数字 是V级别还是Y级别 还是更糟糕的T级别 包括我们一般来说的H级别 小伙伴可能也是一查相应的数据 V级别最高时速都是200多了 230 240 更高的都能到300 就说我的车我开不了那么快 这话还真不是这么讲 这个所谓的V的级别 包括说它最高时速是在新胎的状态下 你可以达到它的设计要求 但您不是说天天换胎 谁的轮胎一用的话 不用个五年六年 甚至于可能会更多一些 当你的橡胶的老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当你磨损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 胎的级别越低 你可能会发生问题的几率就越高 所以说在我们的评分环境里面 我们还是对于最高的车速的轮胎 还是会有一评分表在里面的 这个就是前面的悬挂部分 表现非常的普通 生锈还挺多的 从这块来讲真的就不太普通了 好 我们继续向后 看到了它的副车架 它的转向是在转向电机 都是在上面这一侧 这块也可以看到 是一个反制式的发动机 它的排气是从后面过来的 是在副车架的上一侧 它的转向机和排气中央 还是隔了一个铝制的隔热板 是在这个位置 是因为转向机这里块 虽然说现在都是电动转机 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油这种东西 温度的频盘的变化 其实还是会有影响的 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转向机 还是有这种隔热的措施的 这辆车也是有的 然后就是整个的底盘的部分 这辆车两侧是有护板的 从平整度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 平平表里面 还是会把它的底盘给成为的平 是因为整体来说 包括说它的整个排气部分 还是都比较靠上的 并且两边的管线 也都是藏在了护板的里面 这也会在我们的平平表里面 会一一体现的 隔热总体来说还不错 大面积都隔热 但是这块有一块是没有隔热的 尤其是从后面这块 是有这么大一块没有隔热 在我们平平表里面 不能说成为它有非常不完整的隔热 我个人是能理解的 因为这辆车是一个机械手刹的形式 需要两根导管到后面 而导管是从这块出来的 可能人家公司觉得有点麻烦 或者有点觉得有点挡不住 所以说你就没挡 但是这不是理由 漏在外面就是漏在外面了 为什么我们会比较 持续的去关注整个排气 隔热这一块 是因为甲犬也好 还是TVOC的挥发也好 隔热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您里面各种棉什么的 下面排一管天天烤着 是不是您还不隔热 鱼儿东西可不是都蒸出来了吗 是不是 所以说还是我们会喜欢那种隔热 做的比较完整的这种车型 好 那我们现在继续向后 也会看到它的整体来说 底盘是没有整个喷涂的 所以说小伙伴 如果说你想自己去DIY的话 或者说想让这个车 再去增强一点的话 比如说底盘噪音这一块 可以去再去做一些动作的 包括说里面再去喷涂一下 因为这辆车的整体开起来的时候 其实噪音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后期的叫提升空间 还是有的 好 我们继续向后 排气就一直一直延续到后面 但是排气也会看到 有比较明显的生锈的地方 并且是整个排气都是秀气斑斑的 一直到后面 包括说整个后面的尾段那一块 都是有非常明显的秀点 这辆车关于防秀这块做的这么的差 这个也是我们为数不多看到的 一台比较新的车 秀中这样的确有点少见 后面就是它的油箱的部分了 当时油箱这一块的隔热是很完整的 有排气的地方就有隔热 但是这块就是它的手刹拉线并没有相应的隔热 其实按理来说 手刹拉线这一块也应该去做一个隔热的 因为手刹拉线它是一个会伴随你这个车 永远的这样一个部件 那这块也是有橡胶的 冷热的交替也是会对这块产生影响的 我们的确也见过一些企业 在手刹拉线这块去产铝的那种隔热 但是这个车的确这块就没有做 那油箱是一个普通的树纸式的油箱 从这块也可以看到像是PE的材质 好那后面就是它的整个后面的悬挂的部分了 那这样说后面是一个扭力梁的形式 也是我们说的扭转梁的形式 它是一个B口的形式 开口就是拿一个钢板加热 这一定是热压的 加热完了以后 然后通过冲压形式给它变弯了 就是一块板是一个单层的形式 但是像这种B口的形式 其实是一个圆管 肯定也是加热 然后把它拍扁再给弯过来 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双层结构 所以说对于这台车而言 它的扭转梁其实就是它整个的辐转架 称为一体式辐转架 这种叫做B口式的 我们叫做双层冲压形式 这块其实也很好理解 它的确这块是一个双层的结构 这一块整个它的下摆臂这块 其实就是它整个的后面的这块 我们也会称为它是一个双层冲压的形式 虽然说它的弹簧座是在这 但是它的下摆臂是双层冲压的形式 那也会看到这边是弹簧 然后这边是它的逼震筒 刷刷盘是一个石筋盘的形式 那这一块的机械结构 就是它的手刷的一个机械结构的形式 那轮胎跟前面也一样的是 二五四五二十七九十一V 好再往后有秀技斑斑的后面的排气 然后这块是它的后面备胎的位置 但是这块还是有部分喷涂的 当时个人会觉得它们用料会非常的精 说前面没有喷涂有没有噪音 有噪音能不能忍 他们可能会觉得能忍 但是后面这块如果没有喷涂的话 有石子撞击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放大的效果的话 如果它不喷涂的话 你会觉得后面特别的吵 就是没法忍那种吵 所以说它会在后面这块做相应的喷涂 这块有一个黑颜色的东西 是它的碳罐的部分 碳罐也是对于现在而言 环保措施里面必不可少的一块 好底盘就跟大家去分享到这 那么现在就来看看这辆车的底盘 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 好那么现在就来总结一下 这辆车在底盘方面的得分 那么现在的底盘满分 依然是55分 那在满分55分的情况下 迪兰特领动 它的底盘的得分是22分 表现总体来说跟前后防尔梁差别不太大 在我们的文章也就是我们的公众号 包括是我们的网站下面的具体文章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表 可以去看一下底盘的表现 其实说句心理话 是超出我们的预期的 第一感觉 这个底盘升下来以后很平整 对吧 因为很平整这个东西 起码说是对于现在汽车的最基本的一个需求 并且两边是有完整的护板的 这个价位的车来说两边有护板的 平心而论真的不太多 这个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 当然其他的部分表现的比较平平 但是我们会说在平平里面是超出我们想象的 在底盘部分 它的确不算是差的 当然到小伙伴们也是可以去对比一下 你们心里面想去选择的那几台 我们拆过的价位的合资品牌的车型 包括说大众也好 还是丰田也好 本田也好 包括说日产也好 这个价格的车其实拆车是蛮多的 条面可以去比对一下 但是还是的话 这辆车我个人认为底盘部分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差 但是生锈的确是不应该看到的 之前我们在跟着民伙玩转爱车的时候也聊了 说对于伊兰特 因为现在的名字很混乱 我们这辆叫领动 对吧 还有叫什么月动 还有叫什么朗动 对不对 很复杂 但是具体说这个几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小伙伴去唠叨一下 第一代的伊兰特 它的那么代号叫进一 是从1990年到1995年 其实同第一代伊兰特 它是仿造三菱的一款车生产的 这个小伙伴聊过 其实韩系车最早就是去仿日本车 其实日本最早也是去仿别 不过说他们后期的有自己的研发能力会比较多一些 当时韩国说不例外 它最早对于伊兰特而言仿造的就是一款三菱的轿车 当然它是从1990年盛载到了1995年 用了五年的时间 而它的发动机那个时候用的就是三菱的发动机 是4G系列 第一代的伊兰特 它其实也是特别逗 我们可以看到从1992年1993年和1994年 每一年都改款了 现在所谓的小改款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 就车步行 叫做设计来凑 就埋下了伏笔 从那个第一代开始就开始不停的换外观 转眼间到了第二代产品 是从1995年到2000年 那个时候现代的伊兰特 就已经用上了自己设计生产的发动机 它们叫做Alpha的发动机 代号叫Alpha 其实这台发动机的依然是以三菱的4G系列为基础 去我们叫做仿造的也好 叫做逆向的也好 但是从那个时候 它们就有了自己的发动机了 配备的有5速手动变动枪和4速的自动变动枪 而那个时候配备的是Alpha2的G4FK DOHC 双顶突轮轴的发动机 其实在那个时代 DOHC也算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气门的形式了 到第三代产品内部代号叫XD 是从2000年到2006年 就是我们国内第一次看到了现代的伊兰特 现在看这车怎么那么难看 那个时代看起来说其实还是可以的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现代也好 还是起压也好 总是给人一种比较时髦的感觉 现在看那个时候时髦的东西来说 其实会觉得跟那些有底蕴 就古典东西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当然那个时候韩国从2000年生产到了2006年 但是在中国是从2003年一直生产到了2011年 可以说生产有8年的时间 叫做伊兰特 发动机也是从Alpha的发动机进化到了Beta的发动机 那很可惜 Alpha的发动机依然是中国特供 而其他地方都是用到了更先进的Beta型号的发动机 第四代产品 内部代号叫HD 但是国际上是从2006年开始一直到生产到了2010年 人家第四代都停产了 中国还在生产第三代 当然对于第四代产品 我们现在依然还在生产 叫做伊兰特的跃动 从时间轴上就可以看到 第三代的伊兰特还没有停产 这时候第四代产品上来了 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大对吧 这个车型在一线城市销售不好了 我可以放在二线城市销售 可以在三线四线五线 六线城市去销售 就像大众一样 有着这种叫做爷爷本跟孙子本一块卖的情况 在这个伊兰特上面也看到了 当时这个车型叫伊兰特 第四代产品 那叫什么呀 他们取了一个家族的名字 以动字本开始了 越动 到今天都没有停产 它的入门价格比较会更低一些 这两个车的入门价格是十万九千八 那越动的价格是八万八还是八万九 价格相对而言是比较低的一个产品 这又像什么呀 捷达 宝来 速腾 当然我们看到其实国际版本的第四代伊兰特 其实是真的特别丑 就感觉像一个没有展开的包子一样 到中国的进行了相应的改款 就是现在这款 其实的确从长相来说 还是更适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吧 到了第五代产品 那五代号叫做MD或者是叫UD 它是从2010年到2015年这一段时间 这个车在中国也是有生产 这辆车它的名字叫做朗洞 朗洞是伊兰特的第五代产品 越动是伊兰特的第四代产品 第四代伊兰特在产 但是第五代的伊兰特就停产了 再转头看 找到第六代的产品 国际上是从2015年到2020年 叫第六代产品 就是我们身边这台领动 所以说可以看到 对于现代市场上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洞自备的伊兰特 便宜的是第四代产品 贵点的是第六代产品 当时这台车依然是在产 从国际层面来说 现在已经有了第七代产品 叫做CN7 现在的经济也是在韩国和部分城市 有相应的销售 还没有进入到中国 其实我也在想说 为什么留下了第四代产品 然后停产了第五代产品 现在有了第六代产品 我个人感觉 其实因为第六代产品 跟第五代产品 他们过于的接近了 如果说这个产品再出来的话 可能会对你的第六代产品 可能会有影响 而第四代产品 已经是一个相对而言要过时的产品 它去打压更低的市场 手动挡的八万多起步 然后再有相应优惠 真的是价格比较低的 虽然说看着比较老 对吧 但是好歹人家是个现代 该怎么说怎么说 合资品牌对吧 还是香的 是不是说点大实话 就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了 地方很大 人也很多 因为对于伊兰特而言 在其他的地方 它都叫做垂直性的宽带 它这叫伊兰特对吧 15年到20年 这个叫伊兰特 然后在20年 那伊兰特不生产了 停产了 你再买的话 就是新的伊兰特 您咔嚓一下 这一刀切 老子就不再卖了 现在就只剩新的 因为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 它都是叫做垂直换代 中国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是因为刚才说了 也是人口比较多 然后地方比较多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说一说到大众的情况下 杰达那样 宝莱 原滚滚的 包括速腾 脸是尖尖的 对于伊兰特而言 这几代产品 其实它的外观的差别 也是很大的 当时我有两点 第一 不否认在中国的市场而言 大众是比较吃香 对吧 一提大众 其实大家多少都了解一些 但是对于现代 相对而言 不是一个主力的一个车型 虽然说这辆车的销量 现在的确也不太低 虽然说现在自主品牌 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 但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小伙伴也是车主非常非常的多 对于这台第六代的伊兰特而言 当然也跟它的名字有关系 都是洞子本 大名块 之前是晕 当时当我跟小伙伴 分享完这些资料的时候 应该还是会明白 什么哪个哪个哪个 我们也是 希望能够尽早的去看到 第七代的伊兰特产品 是因为这一代产品 的确有些过失了 当然说从底盘这块而言 其实韩国车 它没有一个严格的底盘的划分 我相信如果说我们有机会 拆到更老的伊兰特的话 我猜测应该跟这辆车差别不太大 这也是韩系车 它算是一个特点 它也是跟早期的日系车 是蛮相似的 就是底盘又用20年 只不过在表面上 风风补补对吧 有了新的技术以后 我就往上加 当然说对于现在而言 韩国车还有没有这么大的优势 这又是我们明天可能 再会去多聊一些的话题了 那明天跟大家去分享 这辆车的最后一 就是前后门的放车梁和 甲醛那点事 好 今天的代表车 就跟大家聊到这 那就是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主大屏话 当然也是指挥说 真话大大屏话 那我们这辆伊兰特领动的 甲醛部分我们再见 拜拜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飘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